你怎么会接受姐弟恋呢 当时反正在一起感觉挺好的 你的态度和你在婚姻以后 表现出来的这个状态是一致的吗 差不多很多 但是在婚姻之前你可能伪装了一下 没有 没有伪装 妻子会觉得结婚前后有很大的变化吗 变化特别大 结婚之后就感觉完完全就不是一个人 有时候就特别想跟他离了 一跟他说他就特别着急 离什么离 再一会儿考古不行吗 后来我说那你也有态度吧 他态度也没有 但是我觉得在你们的描述当中 这个小弟弟他在抗拒你所有的社会关系 抗拒你的闺蜜 抗拒你的父亲 我不知道在婚姻之前 你的这些关系是不是都对他和你的这份感情 表示过不满意 没有 结婚之前挺好的 小弟弟会觉得呢 没有特别反感他别的 就是他那个闺蜜 然后别的也没有 但是我觉得你有点在要存在感 你在他的闺蜜面前要你的存在感 你在他的父母面前在要你的存在感 其实姐弟恋当中特别容易碰到的就是 我小 我就混不吝了 我就愿意把我这份 不尊重所有人的态度给大家看 我让你们都不舒服 越是你的亲密关系 我越把我的不舒服摆给大家看 你的脸色摆在面前 就是让所有的人不舒服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感 而你的妻子的反感就在于 每当他想和你商量一种关系的处理的时候 你跟他是男员北折 而这种男员百折到最后就会变成 你们的所有的鸡毛蒜皮 所有的细节都是通通的不满意不美好 到最后 这段婚姻可能没有人坚持 但是你会觉得 我舒服了 我表达了我的立场和态度啊 你没有看到你的妻子在不断地远离你们的这份亲密 好 谢谢陈伟老师 我先说女生啊 女生似乎今天诉求比较强烈一些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